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 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11月30号进驻天宫 到今天已经满一个月了 记者了解到 三名航天员快速适应了太空生活 目前载轨工作生活有序展开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 神舟15号乘组的载轨工作生活十分忙碌 如果说神14乘组载轨期间 经历了空间站盖房子的过程 那么神15乘组现在正在经历的 就是搞装修的阶段 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梦田实验舱当中 还有大量没有解封的包裹 那么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每天的重要工作 就是把这些包裹当中的实验载荷 取出来安装到梦田实验舱当中 并且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 完成部分科学实验机柜的安装测试后 航天员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 在工作之余 按照当天计划 三名航天员还各自完成了 90分钟的体能锻炼 锻炼这块都是各性化的 根据他们个人的体能情况 和一些特点 然后给他们制定专门的锻炼方案 目前来说 有个锻炼设备 基本上都是配齐了 三名航天员都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日常使用比较多的 就是自行车 跑台 还有咱们抗主力锻炼装置 拉力器 然后企业服务这些 载轨满月 神石五三名航天员目前的衣食住行 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作为目前进驻中国空间站 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批航天员 他们的适应程度和工作能力 都满足了预期 有两名航天员是住在咱们问天的水面区 然后一名航天员住在核心舱的水面区 这个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主观的需求 然后他们灵活调整的 进餐的话 看三个人目前来说 应该都在问天舱里面进餐 个人卫生这块 应该还是在核心舱那块 进行个人卫生的处理 这一个月以来 三名航天员已经很快地适应了 咱们载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咱们到了一个月期限 也做了一些医学检查的相关的工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轨各项的工作生活 都是正常开展的 各项生理指标也都是正常的